報告稱 從2005至2014年的10年間 全國共發生超過22萬起食安事件 平均每天發生約62.3起 處於高發期 2011年達到歷史峰值 其中超過7成是由人為因素所導致 包括不規範使用添加劑 造假或欺騙 使用過期原料或出售過期產品 無證或無兆的生產經營 非法添加違禁物等 並強調問題是因誠信和道德的缺失引起的 對此 民間公益團體 食品藥品安全倡導聯盟成員河南律師基來松 接受本台採訪時稱 如果監管得嚴的話 可能會對地方經濟的發展 還有就業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現在各級政府都是被GDP侍從 可以犧牲環境 可以犧牲食品安全的 都是這樣 特別是地方政府 對這個問題是默示的 甚至不讓你監管得太嚴 有投資就好 開再多的會 制定成了再嚴格的法律 廣州獨立作家野杜接受本台採訪時稱 因為最簡單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不是明顯的 他根本不用被孤立負責 最可能是受到那個事故 不用把那個利益啊 好處啊 或者是上級地門的那個出於那個政局啊 可能是不會讓他被事故呢 就是由於那個勇蠻而不向公眾披露 在沒有那個公眾壓力下面呢 只有你們看到的是這種事故不當披露 但是有不斷的那個發生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領採訪報導